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上午前往板橋江子翠重化區 目前工地正在家警施工當中 因為這裡將成為 全國第一座的疫苗接種站 可以看到共有18個接種窗口 降低人跟人之間的接觸 而這個地方 佔地超過了一千兩百坪 目前在這個疫苗站啟用之前 先暫時會當成採檢站 帶來提端稍找新北市長侯友宜的 最新說法 實際上先前是傳出要蓋的是 醫院但如今這個傳言被打破了 而新北市首座的大型疫苗站 花了短短的一週時間 快速建置完成 它是利用這個貨櫃組合屋的方式 來做建置 方便快速組裝 也方便拆卸和移動 對於篩檢站內 進行篩檢作業的醫護人員 也提供了空調設備和對應的後勤空間 要讓第一線的醫護在更舒適的環境下 來施打疫苗跟採檢作業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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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